难道是因为我看起来很老的关系吗 市场没有掌声的意思是我真的看起来很老啊 谢谢大家 这样我有自信一点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科技化的时代 有电脑 有我们的智能手机 可是当我们在做自拍智能手机的时候 你的爸爸妈妈其实大部分都不了解 就在两年前 我决定我要去瑞士读书了 所以我就想这样不行啊 我想要跟家里联系啊 关怀关怀他们 我就开始买了一台手机给他们 让他们尝试怎么用 我做了一天一夜 他们才知道怎么顺利的开关机啊 一年之后我回到家 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刚回家的时候我想做一道好菜 给我爸爸妈妈看看哈 很开心做完了之后一家四口 连我弟弟坐了下来 在餐桌上正准备开动的时候 我爸妈拿出了智能手机 开始拼命对他的菜拍照 而且他立刻上传到朋友圈 一家人竟然在朋友圈上面聊了起来 开始在餐桌上没人对话了 我看着觉得好笑 我就跟我妈说 你以后不要我们陪伴你了 你就靠智能手机吧 你跟着他 反正我们在你身边 你也不跟我们说话 我妈就说 以前呢 我们吃饭的时候呢 你们总看的手机我不懂 但现在呢 我懂怎么用智能手机了 所以既然你们不跟我面对面说话 那我就上这个微信微博 跟你们对话吧 说老实听到这边 我真的惊呆了 老有所依 父母他们要依靠的 绝对不是科技 他们想要依靠的 是在科技的背后使用的儿女 他们的关怀 他们的陪伴 那才是他们唯一的依靠 今天无论结果如何 我等一下要回家了 你呢 吴杰的生活还是 比较幸福的 比较温馨的 他的弟弟在美国上学 他的母亲呢 在台湾 他的爸爸在北京 所以他的家里人呢 必须每天有一次电话报备 大家都祝一个平安 都互相说那么几句话 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在这样 点点滴滴的珍惜当中 才让我们每个人 富有了一种温暖的情怀 所以我觉得图杰 第一个出场 所有的观众 应该给他一个掌声 谢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 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的父母 他们每天该做什么 不知道该做什么 没有寄托 没有追求 那他怎么再继续生活下去呢 是 得我们给他 对吧 嗯 我觉得如果你要刚才把那部分 放到你的演讲 是 我觉得演讲会更完美 嗯 谢谢 接下来 你们两个人在操演 接下来的命运 将会由现场的观众投票表决 现在 表决 开始 同学一贯轻松 欢乐的风格带来启发 成岩伟 以全心蜕变 感动全场 大众评审将会如何抉择 有机会我们还是再见面的 好吗 拥抱一下 谢谢 谢谢 图杰 很棒 因为我至少在你的演讲当中 关于老有所疑的话题当中 我接触到了一个启发性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各位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图杰 你不知道这四上 还有一种人叫做 路芒吗 虽然是个路芒 可是我很喜欢旅行 我从来没有想要放弃过这件事情 明天在台上 做了很多我想做的事情 包括前面第一阶段我不敢做的 直接跟观众互动 市场没有掌声的意思 是我真的看起来很老啊 因此我这一次失败了 可是我回去之后 还是会继续做脱口秀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对我们的努力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声音为初级制胜的第一回合 乐家战队手泪成功